林嘉宏 和云立县长张立善开心比赞 2024大选延长赛全台补选登场 云立县胡伟镇长由蓝军张家班力挺 五党籍的林嘉宏成功拿下 候选人都非常的竞争 昨天晚上我们都还觉得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选票上面 还是非常的模拟 那我想我非常感谢我们胡伟镇的乡亲 做了明智之据 而这也是蓝营记丁学忠 拿下海线立委之后 在攻下胡伟镇长守住大票仓 你们都没丟惊 只是嘉宏 嘉宏一定用最真真 最打拼的态度 配合立正監督 配合我们中央立法委员 做出最好的桂位 与文中党选 举起中堂写下高票当选 苗栗县苗栗市长 同样由国民党籍的于文中 成功拿下 得票率我们真的有超过 62%的得票率 看着超过62%的投票率 于文中难掩情绪激动 而这关键全在于苗栗县长中东景 全力力挺 在中县长带领的18乡镇 一定会齐头并进的发展 当然也很谢谢我们中央 这么多人的下来支持文中 让文中的选情可以持续的 我们慢慢的升温 尤其在选举的期间 我们朱立伦主席 还有我们韩国医院长 也特地来站台 这一点也让人家感到 国民党对我们苗栗市的重视 也感到韩院长的有情有义 全台六选区同一天进行补选 云立县麦辽乡长 由前立委苏智芬人马 五党籍的许中复胜出 在台东县大五乡长部分 则是由国民党的王锦昌拿下 以来县第四选区先议员 由国民党力挺的黄文如当选 至于在台中市第15选区 市议员补选 投票率只有两成 最终是由国民党的吴建德胜出 六区补选 来应就拿下了五区也在线 好战机 介绍张诗涵台报导